HELLO 大家好 我是MING的 拖根的鴿子終於飛到了 但這個月台灣量產的垃圾有點多 感覺這次又變成了一個開箱答辯的影片 不過數量真的是有點太多了 我也不想每款都細講或者找來玩 所以主要就是提一下廠商跟代理 讓各位必坑就好 首先在台灣方面 第一款道天鹿 台灣代理是以亨 雲雲商是天油 這兩個都是平道的老主顧 在割韭菜方面 戰機赫赫 還找來了三位藝人增加必玩指數 這個廠商真的我哭死 遊戲玩法就是類似我的門派的裂化版 但放心好了 片刻手段絕對不打折 甚至給你加碼大放送 官方FB的天文也很好笑 全面舉報封鎖虛假帳號 等一下 你們好像也不是多乾淨吧 要不要幫你們回憶一下 當初血無者是怎麼搞的 真的是又當又立 反正知道的都知道了 不知道的 建議你入坑親自感受 再來是超級全爸爸 台灣代理又是義亨 商店的名稱雖然看起來很陌生 但實際的背後還是天油 以及再次感謝台灣藝人的代言 讓我們又可以完美必坑 而這款遊戲在台灣去年11月也已經上架過了 當時叫做街頭全明星 就是從中國的微信小遊戲搬上來的 大概是春節的成績不理想吧 在今年2月就宣告關門大吉 結果在繪圖轉身 繼續送給最愛垃圾的韭菜們 而且這個廠商也不是第一次幹的 像九州幻想M改名十字約 和若仙元改名斬妖 或者我們明明是大陸換筆MAO 再找業配洗成韓國大作的血污者 一間美術也明顯是超快打旋風的低級場物 不然你廠商有種 原封不動的搬去日本上架吧 千萬不要學4399的僱傭者傳說 把那些侵權素材改掉才敢上架 我看卡普空會不會把你K成豬頭啊 接著是破曉之間M 運運其事 台灣代理上是義亨的另一間公司喬威 只要看到這間 其他完全就可以不用管了 他們一直以來跟好遊戲都是沒有關係的 而且那個倒數材的劣根性 也已經深深的刻在DNA裡了 而這間運運商跟我之前講的 《彩虹冒險王》是同一間 為中國的大藍遊戲 去年11月有商家一款《幻境旅人》《起源》 結果馬上下個月就官服跑路 所以相信我 不管遊戲畫面看起來多吸引人 如果你愛惜你的錢包跟時間 想要台灣的環境稍微乾淨一點的話 就請果斷遠離他們 以及遠離這些廠商管理的任何產品 一點機會都不要給他們 再來是奇蹟MU 無限金彈 台灣代理商是悟空數位 商店則是掛在一個Juring店下 實際上就是中國凱因網路的海外發行公司 包含之前另一款奇蹟MU 經典之戰也是他們的 這款奇蹟MU 讓我往前這幾年過得很爽 IP授權用了N年 撈差不多了再推出另外一款 而且每一款還都差不多一樣 這個之前我也盤點過 甚至的玩法畫面一點進步都沒有 打個經典重現就可以出來削了 只能說這款遊戲真的很奇蹟 因為我堪比邪教還邪教的忠誠度 然後是COC熱血殺戮 這款遊戲我去年雜談的時候也有稍微提到過 就是韓國去年上架的Call of Chaos A Simple 開發當時韓國的Dragonfly 比較有名的作品就是2002年的Karma Online 以及後來的特種部隊Online系列 本次的遊戲代理商是台灣的河馬娛樂 而原因上掛的這間Hunter Games 其實就是中國的漢圖網路 公司的創辦人來自易幻 關於易幻我之前有出過一支影片聊過了 感興趣的話可以再點右上角了解 那目前該公司最大的股東是雷霆遊戲 就是開發一念小妖跟吞吞龍大冒險的那間 我是沒有查到他們之間跟韓國原廠有沒有中資的關係 而且目前原廠最大股東是另外一間韓國公司City Labs 所以我只能確定本次的原運商不是韓國就對了 不過這款在韓國的成績其實也不怎麼樣 現在也快疊出百名以外了 前途堪憂啊 這次台灣雖然找了很多人站台 遊戲又標榜韓國百萬玩家好評 這讓我想到前幾年的意幻 也有代理一款號稱韓國No.1的強作 王國Kindon 戰爭於盡 結果現在也是量到不能再量啊 感覺這次也不是太妙 再來是山海進花 原運商是中國的遊族 就是之前發行肥紅的神淵那間 遊戲玩法類似魔靈召喚或者陰陽師 陸服最佳是在2020年上架 中間因為營收不好開始停更 後來官方說要將遊戲重置 在去年3月關服 然後9月重新上架 但結果嘛 成績依然不理想 用膝蓋想也知道 如果這款遊戲真的好玩的話 當時就不會選擇關服了 而繪圖轉身的原因 也不過是因為被卡板耗著應急手段 而且遊族本身也算不上什麼好廠商吧 他們家的遊戲也真的完全不值得入坑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果循環報應不爽吧 遊族的老闆重錢重利益 最終也因為利益 被自己的人毒殺 再來是方村對決 開棒跟運營商是遊飛網路 跟之前魔力寶貝無限進化是同一間 陸服上線以後也因為表現不太好 後面開始加大課金力度 在台灣目前的熱度也並不是太高 感覺是很難活著長久 前陣子陸服也有一款類似的作品叫易仙牌 他有免費的實定版 後來也有手遊版 整體的評價也比較好 如果你是喜歡這種武俠打牌的話 可以考一去找這款 再來是紫容的新戰棋遊戲 借鑑雷霆任務的鋼籃 也即將開啟內策 當然之前有講過啦 其實他是因為跟SE中址合作 所以才變成現在這樣 台灣過往下面放了一個藍點科技 不知道是還沒有升級好在台代理 所以找個掛名還怎麼樣 不過實際根據網頁去查的話 依舊與紫容關係密切的 遊戲總址有所關聯 畢竟人家在台灣都有分公司了 何必找外人分配更呢 而這間藍點科技也挺有趣的 他過去跟台灣的宇峻科技有所關聯 不過宇峻科技 過往也都是代理大陸遊戲為主 我在介紹易幻的時候也有提到過 這些廠商互相幫助很正常 去找藍點科技的地址的話 就是一間協助註冊公司行號的公司 不過這種空殼公司在台灣非常正常啦 而藍點科技的老闆 跟香港商拓望是同一位 而這個香港商拓望就是Nizi Games 在台灣協助代理很多作品 依據網路說法就是跟蠻揪有所關聯 真的是一層又一層的關係鏈啊 遊戲去年ROOF開服的時候 我也玩過一段時間 雖然有美女有帥哥 3D表現也不錯 但主要還是以機甲為主 我個人並沒有很喜歡 而且遊戲的玩法 養成跟商品模式的平衡並不佳 導致目前在ROOF的風評 遠不如自家早期的作品 看這次在台灣會不會有所調整吧 再來是小勇者阿瑪 台灣代理是共和國科技 他們還有另外一間公司是紅印數位 掛名代理過很多大陸作品 不過一層一層追上去 並沒有明確指向到誰 等未來有查到的話再說吧 而這款小勇者阿瑪 就是中國近期熱門的微信小遊戲 幾何王國 開發商的我們公司 是一間在中國做生活家用品的 名城健康 他旗下的幾間發行公司 也早早就有來台灣學過一波了 按正常邏輯判斷的話 這款應該也是由他們發行的 不過廠商之間的關心率很亂 搞得我也不是很確定 不過這遊戲本身是真的挺鳥的啦 有種夢迴過去在史萊姆第一格家找遊戲的時光 我看如果再繼續倒退下去 放置版的迷魂車都要出現了 再來就是有人留言問的 Jump 群星集結 這款是吉義社跟DNA共同合作的 基本上是不用擔心版權問題啦 我之前在獵人的影片中有講過 DNA提示有分日本跟中國團隊 這款遊戲在2022年的陸服就有小規模測試 所以我推測主要的開發團隊應該還是中國 但不管是哪一方啦 DNA手上搞爛的IP真的太多了 品質也稱之不齊 至於所謂的吉英社全程監製 通常也只是檢查美術外型以及版權問題 其他方面他們可不管啦 雖然主打競技的遊戲有角色抽卡 但對於DNA是真的別太意外了 之前的幾款遊戲就已經在搞了 以及綜合過去的口碑來看 所以這邊建議啊 玩完就好了 千萬別太投入了 再來是王毅的全明星街頭派對 就是類似困難高手競技遊戲吧 那王毅他們家就老樣子 只要營運不做死的話 遊戲就能玩 所以各位就自行選擇吧 再來也是觀眾留言問的 少年神獸傳 這間營運商其實就是4399旗下的團隊 就我之前做核心獵劇特的那間 我到現在還記得 當時有人硬要說服我說這款遊戲很好玩 然後劇情怎麼樣怎麼樣 但結局也就那樣了嘛 甚至因為營室轉換太差 他們連陸服都不想上架 建議是只要與4399有所關聯的遊戲 就不要期待太多了 不管他們如何對外畫大餅 最終還是更喜歡輕鬆獲利的模式 我這邊就先上香了 再來是星之后裔 Knights of VEDA 是Contours於2014年上架的遊戲 星之后裔的續作 開發商都是韓國的同一間公司 不過這次的全球發行 就換成了韓國娛樂公司 HYPE旗下的遊戲發行商 HYPE IM 旗下最有名的依然就是PTS 防彈少年團了 遊戲美術有很濃厚的含味 玩法是類似DMF風格的橫版ARPG 但因為BUG 角色素質不平衡 商品模式又照搬別人抽卡抽武器的模式 導致測試期間的負評比較多 但我覺得廠商公測應該也是不會改啦 不過這類作品在日台也並不算太熱門 去年聖剑傳說IP改的手遊 也很快就關門大吉了 這款遊戲未來的流傳率有點堪憂 可能最後的養服還是得靠韓國人了 而且這些原因上非常的新 難保未來不會爆雷 遊戲我沒有實際上手玩過 不確定劇情跟手感好不好 看上去整體表現並不差 除了美術部錯誤以外 等到收工測我再去玩玩看 我看一些韓國的視野影片下面 有不少人希望可以加入自動戰鬥 不過市場上的放置遊戲還少嗎 如果真的搞成全自動 這遊戲大概會死得更快吧 最後台灣方面就是觀眾投稿素材了 知名的露珠遊戲 旗下的那款深知物語 跟台灣廠商合作 找網紅做推廣活動 結果被廠商社後不理 拖欠貨款幾個月不付 變成名副其實的詐騙公司了 後面持續溝通依舊無果 繼續在那邊鬼扯跳針 根據我過往跟乙方談判協商的結果 其實就是照著合約走就好 白子黑字該怎麼樣就怎麼樣 真的不用廢話一大堆 浪費時間去跟對方講情理 在商場上 千萬不要指望別人會感謝你 之前魔方數位 也有出現欠款不付的狀況 其實這就跟素材侵權盜用的狀況一樣 那些號稱在台的授權代理業者 大多只是空殼或者跳板罷了 實際的運運跟金流都在海外 跨境執法難度太高了 拿他們是完全沒轍啊 而且這也不只在台灣會發生 像我之前講到的1399 有人去他們地址上的韓國公司以後 發現根本沒人在那上班 而且你們這些公司也很奇怪 不是都在那邊號稱營收多少多少幾個億嗎 拼命往韭菜身上撈錢 卻沒辦法準時支付貨款 該不會實際上資金鏈有問題吧 也希望台灣廠商真的不要再跟他們合作 為了那一點油量真的不值得 另外提一下 最近有一款不三檔測試的紙板換皮MLO 諾德蘭大陸也是他們家的 知道該怎麼樣了吧 那中國方面 前陣子藍聖星園旅遙公佈PV 遊戲為必然航線開發商之一的 上海蠻鳩出品 他們家又稱為黃姬 這個老司機應該都知道 之前其實就有耳聞這款作品啦 不過保密工作做得很好 沒有看到相關畫面流出 遊戲在2021年開始製作 去年10月獲得版號 在今年1月改成現在的名字 那通常有版號的作品 至少是有一定完成度啦 也不會像網易 經常PV丟完炒一鍋熱度以後 就直接人間蒸發 幾年過去了什麼屁都沒有 但目前能從PV中獲得資訊量也不太夠 不確定是開放世界還是湘庭 玩法看上去是二次元版的帕魯 加一些RPG常見的戰鬥跟養成 人物設計上還算淘擠 但不知道為什麼會讓我想到深空之眼 其他方面就等有正式的時機再說了 不然如果誇半天結果是個達鞭就慘了 希望黃姬不會讓人失望 不過厲害的還是輿論方向 PV公布以後 就不知道哪來的各方謠言士氣啊 然後起了一波ML仙人的節奏 一堆人跑去B站官方下面瘋狂刷留言 甚至還有什麼必然行線要官服跑路等等等等 就連隔壁的陳排進去也開始避嫌 真的很玄啊 這裡解釋一下ML 就是所謂的Master Earth 該詞會起源於Fat 此該名角色的各種行為包含感情都只忠於玩家 但不知道為什麼最近陸服的討論風氣越來越極端 希望遊戲中的全角色、全劇情塑造 都是圍繞玩家而活 不容許其他CP存在 任何的感情都只能歸屬於玩家 玩家必須要成為世界之一之類的 很像早期網路小說那種 後宮加龍奧天的路線 甚至還進階出了所難角 有難不玩的群體 上升到對廠商的道德綁架、男女對立 而ML的先人就是代稱這群極端用戶 結果後來官方隔幾天的公告中就有特別強調 遊戲中只有女角可以抽 除了NPC以外沒有其他男角 遍藍航線也不會官服跑路 雖然官方承諾也不一定可信啦 未來也很難預料 但遍藍航線也經營很久了 玩過的人都知道他們家的狀況 我期待他們家的遊戲也剩餘某些廠商 而且人家都還沒開始測試 何必著急去沿上秀下線 而且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不論歷史上演了幾回 對謠言深信不疑的漁民依舊存在 每每總是跟風搖起吶喊 發現苗頭不對就耍賴跑路 反正稿試的成本這麼低 甚至還不會被懲罰 就跟之前中國農夫山泉事件差不多 大腦明明是個好東西 但有人就是拼命要往地上丟 果然人類從歷史中學到的唯一教訓 就是沒有從歷史中學到任何的教訓 另外其實像截圖這種東西 因為網站本身是可以輕易篡改的 可以製造出假象 所以只要找不到出處來源 建議一概是看看就好了 然後有人留言問我 關於這波ML仙人的輿論看法 這其實也沒什麼好說的 各國的國情不同 中國不論自媒體B站或者抖音 搞黑流量也不是一天兩天了 就全當笑話看就好了 而且陸服近幾年 即便都已經是蠢女或者賣色色了 不少作品也是很快就量到不能再量 所以是不是真的有這麼多財力雄厚的擁護者 我是真的很疑惑啦 如果真的有這麼龐大的商業價值 為什麼這類遊戲沒有變成市場領頭羊呢 欸遊戲中有沒有其他難角或者CP 或者好感失業系統 我根本也不關心 重點是只要你劇情寫到 品質OK 好玩就行了 況且市場上選擇這麼多 為何非得在一款遊戲上吊死呢 難怪都說人是死的 遊戲是活的 而且以商業角度來看 產品是多數絕下的產物 會跟著市場的大趨勢走 各國都有主要偏好的用戶群體 像台灣就是浩賭 酒太多 925000加好加滿 所以這段產品不符合預期 也是多數人選擇下的結果 最終是看有沒有商業利益 而不是音量大小 欸中國遊戲市場變成這樣 除了資本貪婪與競爭以外 更多的是審查機制跟輿論風向 實際上廠商很難做到那群人理想中的遊戲 隨便就可能被同行舉報 被女拳 被鐵拳 明明遊戲PV賣肉的部分 還沒有隔壁真人直播來得多 但依舊被和諧 聖光一大堆 反倒不如去做換皮垃圾還來得爽 但其實在看起來自由的國際市場 也不遑多讓 最近才被抓出來一個Sweet Baby 在背後操作審查控制遊戲 搞出更多政治正確 這部分感興趣的話 可以去看別人的完整解析 再來就是騰訊跟幻收帕魯的開發商 宣布將在雲端伺服器方面的合作 不過重點是另一天報導 內容是講說 由於騰訊旗下的幾款頭部產品 營收力度下滑 希望藉由旗下的天美跟光子 能借鑑帕魯去打造出下一款王者的榮耀 不過騰訊之前學帶著派對的圓夢之星 即使砸了大錢好像也沒有打趴網易 不知道這次會不會再次翻車 不過騰訊的主要營收來源 還是各項投資跟社交渠道業務 加上近期中國小遊戲市場開始大漲 所以即使遊戲業務少賺一點也無所謂吧 不過騰訊自家類似寶可夢的手遊 洛克王國都還沒有推出 就準備自己人打自己人了 這個內鬥真的是夠狠的 但我自己覺得帕魯玩法本身有點偏單調啦 雖然當時一度創下很高的同時在線率 不過人氣的腰斬也很快 後來的在線流存跟熱度也不高 讓我想到前幾年的動物森友會 當時也是一堆人瘋狂洗版 不過這類遊戲很多都是當單機玩啦 又或者跟風買來玩一下就丟倉庫了 所以如果真的想搞成長線經營模式的話 就需要下點功夫了 但騰訊嘛 他們自家開發的遊戲經常問題一大堆 再塞入騰訊系風格的商業模式 我可以預見這個帕魯萊克 一定會被謀改成似不像 用戶只是被當帕魯壓榨的提款啦 再來是英雄互語 二次元版的Wolfman 二重螺旋 27號開始全球小規模測試 之前這款我有聊過 本身因為我沒有玩過戰甲神兵 所以不太清楚 但很多老玩家都說框架方面非常的像 我也跟了一下別人的直播 也跟我推斷的一樣 它是屬於鄉庭而非大世界 而且很多設計風格我覺得有點像風鐵那樣 戰鬥呈現的風格有點像無雙割草類 但打擊感方面也真的偏差 另外因為是一側 很多配音也沒有完成 競合風格方面也偏生硬 外加具體的商業模式也未知 遊戲的直播效果也並不是太好 而且英雄互語的口碑真的不怎麼樣 等未來三特再來看四牛四馬吧 目前騰訊是有戰略投資英雄互語 還有各種主管空降加入 這款遊戲的未來令人擔憂 再來是明朝 根據3月29號官方直播已經證實了 這款遊戲將在5月23號全球同步發行 不過我真的很想吐槽 我還以為官方的直播有什麼大料 結果都是在講優化方面的問題 真的是屁點大的小事把大家找來 而且目前在多國語言翻譯上面也還沒有做好 真的有點無言 很多大陸玩家都在開盤預測 這款遊戲的全球所謂表現 從10億到50億人民幣都有人喊 不過根據測試期間的熱度跟遊戲品質來看 我其實並沒有這麼樂觀 我對酷弱產還是比較擔憂的 而且公測可沒有機會讓你再搞一次劇情爆雷了 千萬要撐住 而且很多UP組只玩靠這款遊戲撈流量 因為某家原本可以狂吃黑流量的廠商 不給他們吃了 所以只好被迫轉型 未來應該可以看到更多的社區PVP大戰了 而騰訊跟英雄護語都有露骨酷弱 因為我剛剛提到了 騰訊在英雄護語內部掌握一定的話語權 所以其實酷弱約等於騰訊的子公司了 但目前明朝並沒有透過騰訊的海外公司發行 還算是好消息 就希望那隻鵝安靜投錢拍翅膀就好 千萬不要來攪渾水 接著是網易 號稱六百人六年十一的MLO大作射雕 在3月28號正式公測 我感覺他們只想複製去年的溺水寒路線 一些宣傳方式非常的像 不過遊戲除了美術觀感偏低烈以外 其他真的是大差不差 一看就知道是網易出來的 遊戲的反響也非常一般 我真的很少看到一款遊戲在開服期間的直播數跟熱度 比別人測試期間還少的 當然他們對這款遊戲也有知知之明 這次廣告投放的資源 明顯是不如當時溺水寒來自盛大 不然按照網易過往的習慣 肯定廣告會買好買滿 那遊戲的玩法表現比較一般就算了 最基本的優化方面也不太行 不管我怎麼樣降低都有明顯的卡頓感 操作非常的不跟手 而且會有明顯的延遲 還很飄 我還是玩電腦版的 雖然不是什麼頂級顯卡吧 但4070也不算多爛吧 我後來有去看其他人的評測 別人用4090照樣跑不完60陣 看來並不是我的問題 網易我該怎麼說你好呢? 雖然總說你們家遊戲技術底子好 但這幾年好像也是在原地踏步 很難生出讓人打心裡感到有趣的新產品 反倒是在搞那些PV詐騙廣告 碰瓷黑紅 或者明目張膽把AI作品端上來 我覺得這次號稱的大量資源投入 也是灌水居多吧 而且又說是要超越原神的開放世界體驗之類的 有一說一 原神的開放世界體驗 其實真的很一般 不然也不會整天被玩家泡來泡去 而且網易也不該僅僅限於射雕這個單一IP 可以做成類似金庸群俠傳這種大串燒 真的不要整天只想要超越誰成為誰 請專注把自己手上的遊戲做好 不然照這樣下去 你們未來如果被其他廠商超越 真的只是剛好而已 另外一個讓我比較慶幸的就是 來古迷心 確定要在陸服的4月19號正式公測了 雖然他注定不會是什麼大作 但我還是會願意去玩玩的 然後我之前有常提到一款戰棋 銀河境界線 在開服未滿一年就公佈收攤了 之前我在少前二舅有提到過他 當時就說他的表現是搖搖欲墜 終於還是步上官府的道路了 就看少前二什麼時候跟上 那小刀的消息是說他本來想開外服 結果我沒有搞成 所以只好把他埋了 但其實就算真的開了 他也很難活下來 整體實在太過於平庸了 那韓國方面 前陣子我獨自升級部分地區開啟了公測 那大範圍的公測大概會在5月8號左右開啟 如果下載試玩一下 看情況是可以出一個短短的評測啦 如果你想直接聽結論的話就是 跑吧 真的別對那間的Marble有任何的期待 明朝真的是躺著不動就讓對手簡易 再來是另一款3G互語的海外平台 由JoyGames發行的Lero9 在3月15號推出 這款其實就是陸服去年9月28號上架的 類DNA橫版3D遊戲 戰鬥法則 又被戲稱為克金法則 這邊順帶提一下 台灣語經奧丁有個名字非常相似的品牌 叫做UserJoy 我上次看到有人把他們兩間搞混 不過兩間是不同的公司 那我根據在中國查到的資料 這款遊戲其實早幾年就有上架過了 中間也陸續改名好幾次 但成績一直不理想 那我剛剛也提到 現在綁號不好拿 所以只好不斷把這種老遊戲繪圖轉身 它玩法跟之前陸服另一款 神明武裝很像 也都是滾服加克金買素質 而且這個遊戲還有個自動模式 那個說想要玩放置ARP去找韓國人也有服啦 韓國1月份也有上架一款黑月X10 它也是陸服在21年上架的老遊戲 然後最近陸服又把它改名成黑月重新上架一次 台服在22年的時候也有開測試 不過大概是數據不理想 後來也是不了了之了 但他們遊戲模式都一模一樣 純靠數值的ARPG 然後最後一款是有偶然瞄到的 我之前有評測過一款陸服很可怕的死神IP改編作品 《境界斬魂之刃》 它被帶領到了東南亞區 這間公司還有帶領台灣研發的亡靈英雄 雖然這次廠商在中國也有分公司 不過暫時沒有挖到什麼可用的情報 但我有看到它會代領白金腿狼 那想來背後也不會是什麼小公司 後續觀察吧 本來也不太想聊太多台灣那些換皮遊戲 但廠商就像說好一樣 集中起來在台灣排泄 想讓韭菜們無處可逃 結果就越寫越慘 至於日韓方面更多的篇幅 我就留到下一次再去講了 而且你只要看多很多亂遊戲以後 會發現很多看起來不太行的遊戲 顯得格外眉清目秀啊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冰德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如果大家可以在這個 survivors 我的影片 有一張三個影片 你只要睡眠 碰上 我有看 我會搭訪 我會搭訪